大家好 大家好 我跟你说 今次我做什么 就是种一个兰花 这个就是兰花 这个兰花是怎么样 以前我种很多次 兰花不可以捞水 一捞水它就会歪掉 然后呢 我放一盘花 当我捞水的时候 不需要捞结果 捞结果就OK了 首先把这些水 我怎么捞呢 很简单 这样 捞些水 这样捞这里 捞结果 对 这里不可以捞水 兰花就是用这种方法 如果有麻油 我就放一盘酸心粉 不要其他麻油吃它 就是这样种到 美味的兰花就出来了 放这盆花 这盆花呢 我看完就直接捞 直接捞 为什么 你们看到我两个花瓶 你照顽 挑战一点 你看 两个花瓶 一个花瓶 一个花瓶 撒在房间里面 然后摘多一盆棉 当我们捞水的时候 上面很多水分 精神癌 所以 你的泡花 很有水分 不需要 天天捞水 一天捞一次就OK了 所以这个方法 真的很好 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方法 你看我中的花瓶不满 你看 你看 这个也是这个 你看 起初的时候 他们说这个盆 不要也不行 后来我把泥土 拼下来 你看 里面是泥土的 泥土 我拧水 拧水 如果你发觉 你放里面的盆 你很干 就拧多一点点 因为觉得这里 很多水 要拧小小就OK了 所以你看 你看 我中的 这是我中的花来的 你觉得美不满 OK 美不满 OK 你们清楚的吗 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不清楚的 你可以跟我说一下 也很好 我可以解答一点点问题 我会的 可以的 我不会的很难 所以你说 如果你们觉得我这个方法很好的 也可以 省水 省时间 我们不需要 怕它没有水分 因为你有个盘子 用你 一水没有怎么 用你蒸发出来 所以 真的我做得好美 你看我这花 你看那叶子 都比平常的 比较大 那个就是木里花 那个就是 蓝花 所以蓝花 我刚才跟你们说过 不可以喝水的 这个完全不可以喝水的 这个完全不可以喝水 您这个 撒边那叶子 就OK了 所以 我本来做得好几次 本来失败了 后来我经过我 那个比赛 就好了 成功了 我也希望你们 真的好像 我美美的花 走出来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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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